炎炎夏日 最近又剛微解封 所以大家都有機會去海邊走走 所以郭大覺得 各位錶迷們 你們應該最想要潛水錶對不對 所以郭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浪秦 Hydroconquest 深海征服的系列 2021新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今天郭大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浪秦 Hydroconquest 深海征服的系列 2021新款 潛水錶可以說是台灣目前 最主流市場錶款 大家都很喜歡 我想原因不外乎 它很好用 很實用 又很耐用 但最重要的是 像郭大這種汗腰汁 我根本就不會游泳 我戴在手上 感覺就蠻帥氣的 很有型 也因為這樣子 浪秦今年的 Hydroconquest 深海征服者的新款 特別在外型上 做了一個很不錯的改變 也就是採用雙色金 也就是半金的款式 為了維持它這個價位適中的優勢 我們這個所謂半金 這個金子的成分 它採用的是PVD 就是一般俗稱的鍍金 就是利用不鏽鋼材質 外層去鍍上 黃金 或鍍上玫瑰金 來維持它在這個 入門價位的一個優勢 那麼為了給大家更多的選擇 如果我們用鍍金的成分 的區別來分的話 它有兩大類型的標款 一種就是不鏽鋼搭配PVD黃金的 一種是不鏽鋼搭配PVD玫瑰金的 這些系列裡面呢 一共有四種顏色可以選擇 包括黑色 藍色 綠色 跟灰色 那其中呢 這四個顏色裡面呢 我們說 搭配黃金的款式呢 有黑色 藍色 跟綠色 搭配玫瑰金的部分呢 有黑色 藍色 跟灰色 所以各位你這樣了解 黑色跟藍色是共通的 就是兩種金都有 那個別都還有一款專屬顏色 如果你是黃黑金的話 就是搭配綠色的 如果你是選玫瑰金的話 你可以選擇它專屬的灰色 所以PVD其實我今天手上帶的就是 這一款玫瑰金的灰色面盤 為什麼 因為其實PVD我以前很討厭灰色面盤 我買過這麼多手錶 唯一沒有碰過的顏色就是灰色 但今天我來到現場 我看到這個面孔 我覺得 哇 它跟這個紅潤的玫瑰金搭配起來 這個灰色不只讓人家不討厭 我覺得還真的很棒 所以它可以發揮那種 灰色調 一種比較低調 又有一點奢華 有一點特色的那種質感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浪琴把這些顏色 還有各種不同的黃金的成分 搭配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外型要做的出色 除了這些設計以外 顏色發揮 是最近這幾年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浪琴做得非常好 其次就是說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看得出 它的用心就是你 就是在表面的處理上 它有兩種質感 例如說灰色跟藍色面盤 它是用日灰紋 就是它這個色澤 會隨著光線 有閃爍的那種感覺 比較明亮 那如果是黑色跟綠色呢 就是所謂的霧面的質感 就是它比較低調 比較內斂一點 它會根據顏色的特性 去做上不同的質感 最後在款式方面 它還有兩種錶帶可以選擇 一種就是搭配金屬鏈帶 另外為了發揮你這個面盤 顏色的特性 你也可以搭配跟錶盤 同樣顏色的橡膠錶帶 所以鏈帶、膠帶隨你選擇 依照我們的慣例 其實鏈帶款跟膠帶款 同樣價格 那過程都會建議你 買鏈帶款 那你再去買一個 適合你面盤的膠帶 那這樣就有兩個錶款對不對 好 那麼介紹完所有錶款的搭配以後呢 郭大接著要從外型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新款浪軌的優勢 好 我們從外型來看 郭大最喜歡一點在於說 這個金色在浪軌身上呢 它其實就像一個描外框的分量而已 你像它在表圈的部分呢 外圓的這個齒輪圈呢 上面是金色的 然後錶殼就只有錶冠金色的 那你看到表面的部分呢 它只有在指針 還有石標去做瞄邊 還有它12點位置的 浪琴的這個殺肉跟翅膀的標誌 是金色的 就這些 就感覺你一個物體啊 你幫它做瞄邊做金色的 你這樣可以凸顯它的立體感 它鮮明的樣貌 去做到畫龍點睛的一個效果 那甚至到錶帶的部分 它也是做中結 因為中結算最少的嘛 而且錶帶扣也沒有 所以郭大認為 這個金色的成分呢 這是龍仙合度恰到好處 在我心目中 好 其次我們來看它的面盤 面盤的部分一樣 它為了讓你在黑暗的時候 或在深海裡面 可以靠螢光去判別時間呢 所以它在12點 9點跟6點呢 都是用大型的阿拉伯數字 那3點就是一個日期窗嘛 那其他都是用小圓點 去當石標 那這些都有鍍金喔 另外石針粉針 還有剛剛講的標誌 也都做鍍金處理 所以不管哪一種顏色面盤呢 任何時間任何環境 都是非常清晰易度的 當然最重要我們說全水錶 最重要是錶圈嘛 它不只手感很好 那個滴答的響聲很讚 重點是陶瓷的錶圈 所以它有很好的質感 那麼它這個側邊的這個齒槽呢 這紋路讓你手感很好 整個外型就會讓你覺得 它完全達到我們一開頭所講的 潛水錶所帶給你帥氣的外型 好那麼其實我們看來表格 郭大認為齁 不用怕太大 怕的是太厚 那我們這款這個浪軌呢 它厚度只有11.9毫米 也就是不到1.2公分 郭大覺得這是一個最棒的一個厚度 那直徑41毫米也是個很棒的 非常適中的尺寸 好其實我們看到錶帶的部分呢 錶帶除了剛剛郭大講的這個 金色配比很讚以外 其實最重要一點齁 因為運動錶嘛 潛水錶嘛 要叫它耐操耐磨啊 這款浪軌呢 它的鏈帶厚度很足夠 當然它一定死心了齁 那第二點要看錶帶扣 為了運動需求呢 它用的是帶有安全扣的這種折疊扣 你運動的時候 你有個安全扣扣起來 不怕你意外脫落 你搬開來呢 是一個大型的 很厚實的一個CNC車廠車 車出來的折疊扣 好重點是 它會有一個潛水衣的延長帶扣 不用的時候把它折進去 用的時候把它拆開來 最棒的一點是 那浪琴這邊還有很貼心的 你看到 這邊有三個孔 微條孔 就是你當你的間距離是小於 一截錶結的時候呢 就利用這個微條孔 去做微條 最後我們不能免俗 要來看看金星齁 但你翻過錶背呢 那浪琴錶為了考慮到手錶實用性 它做的是實心底蓋的 那這個底蓋是用懸入式底蓋齁 那麼背面還眷刻上呢 浪琴很經典的沙肉跟翅膀的圖案 底下呢 搭配是浪琴最新款的 L888.5的自動商量機芯 那這個.5這個型號呢 各位你要記得 它是搭配了最新的高科技材質 細油絲 不只如此 它的除能還長達72小時 也就是三天 然後雖然你看不到 我打建議你可以去網路上搜索圖片來看 它的自動盤呢 有很緊密的細膩的電腦波紋 還有做了一樣浪琴商標的樓空 這個滿底下的甲板呢 還做了很漂亮的圓點珍珠紋的打磨 所以這個5萬多塊的價位呢 整個機芯的打磨 郭大覺得算是到位的 另外最重要就是我們說 機芯的心臟部位 行重系統呢 它用的是5卡度油式裝置 也就是利用補償螺絲呢 去調整你的快慢跟方位差 已經取消快慢針 這也是我們說 在高級機芯裡面才有的配備 最後郭大再補充一點 這全系列 不管你配金屬鏈帶 不管你是配膠帶也好 它定價都是5萬8千8 那就是郭大講 價錢也是這款浪毀一個很大的優勢 好 以上跟大家報告到此 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